我跟你说,夏迟迟凑了过去,神秘兮兮,老女人虽然比较脸皮厚,但哪有男人不喜欢嫩的吗? 只要你肯放开世家女的假矜持,把你赵大哥迷的团团转还不简单。 催缘秧后养三寸,你是不是想坑我,你怎么可能会帮我出谋划策? 夏迟迟恨的牙痒痒,一把揪住催缘秧的衣领子,说大家最大敌人是老女人的是你,这会儿防我的又是你,小小年纪别的方面跟个傻子一样,这方面怎么就这么灵醒,你们清河催平时都在叫些什么? 宅斗树吗? 催缘秧挣扎,那你为什么会帮我? 因为他敢吃老女人,不敢吃你,你再骚又能怎么着,下迟迟鄙比试,小废物。 车厢里传来了扭打的声音,护卫们不敢偷听小姐说什么,但也关注着动静的,历史一窝蜂涌了过来,小姐。 催缘秧气喘吁吁在里面喊,别过来,我就不信了,呜,护卫。 车厢里,下迟迟掀翻催缘秧,骑在他的屁股上拍了一下,又拍一下,心中爽得飞起。 让你装可爱,让你勾搭我男人,还敢反抗。 是不是小废物? 催缘秧阴阴阴,你和他睡过觉,跟你一笔谁不是小废物啊? 下迟迟,和男人一起睡觉是怎样的呀? 催缘秧废物啪,也不挣扎了,居然虚心求觉起来,我听人说一起睡觉就会生宝宝,你怎么没宝宝? 下迟迟,语气凉凉,你和他逃亡那么多天,露宿山也难道没有一起睡过? 催缘秧很是困惑,半赏才到,不是躺一张床上盖一张被子不算的吧? 是不是要被子捂出来的,像母鸡肤蛋一样? 下迟迟终于忍不住笑出了声,他悄悄俯下身,作怪地往催缘秧耳朵轻轻吹了口气, 看着催缘秧迅速泛红的脸色直蔓延到耳垂的样子,晶莹剔透,可爱至极。 他轻轻舔了一下,催缘秧浑身一颤, 迅速绷紧,眼睛都直了。 下迟迟迟迟笑着,傅耳低言,下次见到他,你就这么来一下,就知道了。 说玩笑盈盈地跳出车厢,留下脑子一片空白的催缘秧趴在那里发呆。 路牙警惕地看着他,下迟迟哼了一声,转身就要走。 远处传来清朗的男生,路兄,王某特来接应,境内发现胡人踪迹,诸位路上可有异常。 路牙再度看了下迟迟一眼,有劳王先生了,一路无恙。 王道中很快出现在车队边,也是看着下迟迟皱眉,这是何人? 催缘央从车厢里跳了出来,一把挽住下迟迟的手臂,乖巧道,王叔叔好。 见催缘央这态度,王道中也知道没啥好问的,便点了点头,近期天下不宁,诸位一路小心。 王某尚有要事,就不随行了,告辞。 她是长辈,王家二三号人物,当然不会自调身份陪一个小侄女随行,会亲自来问一句已经是很尊重催家了。 可催缘央见她腾身而去的背影,还是微哼了一声,嘀咕,知道天下不宁,还大张旗鼓伴什么生辰,虚伪。 路牙干咳,肾炎。 我才不怕她呢,催缘央挽着夏迟迟的手臂,笑嘻嘻道,若姐姐也是去狼牙吗?到时候一起玩呀。 和谁玩,怎么玩?夏迟迟肚子里正在嘀咕,忽然浑身汗毛一炸。 猪雀的眼眶在远央如电如星,看不出情绪。 完了,刚才我打她你怎么不来看,现在晚着笑嘻嘻,就被你看见了,我戏白眼了。 呛! 路牙常见出窍,力声道,四项叫猪雀,保护小。 话音未落,猪雀闪身不见了。 路牙,更远处忽然传来气劲交击声和王道中的怒吼,猪雀。 你我无冤无仇,何顾袭击? 猪雀慵懒妖昧的声音远远传扬,欺负我家一伙蛇,就没想过今日。 一伙蛇汗毛都没上一根,一声闷哼传来,也不知道王道中受了什么伤,声音逐渐远去,好个牙字必报的魔头,王某记下了。 照常和龙着手站在道旁,抬头看着远方火烧云一般的天空,暗自为王道中默哀。 便起突然,陆离连该不该上去帮忙都没决定好,战局好像已经结束了。 他也是暗自心惊,王道中怎么也是地榜人物,虽然排名有差距,也当是一个维度, 却居然连猪雀击合都没扛住。 这猪雀的实力着实有点恐怖,万一过来突袭。 就在他如同绷紧的闲时,却见心心念念保护的小姐一溜烟冲出了队伍, 乳烟头怀地冲进了路边男子的怀里,照大哥、路牙。 这崔家的心凤没法拿了,这会儿要是猪雀突袭,小姐还有命吗? 让他惊恐的是,猪雀真的再度出现了,森冷的目光盯着小姐的后背。 照常和第一时间抱着崔元阳转了个身,死死护在他面前。 猪雀恶狠狠地盯着他的背影,身边见光如电,路牙飞溅而上, 猪雀尊者,欺负小姑娘非英雄所为,你的对手是我。 猪雀目光直接越过他,不知道在看他背后的谁,声音冰寒, 你的杀人策略,莫非是把他送到男人怀里,期待他被活活弄死吗? 路牙 啪,猪雀看都没看他一眼,甚至冰刃都没出,一掌拍在剑侧, 直接将陆离带偏了方向,侧身掠了过去,如对志同,碍事。 继而在崔家护卫围围龙之前,如鬼没掠过,一把揪起那个自称洛妻的女子后脖梗,扬长而去。 风中隐约,还送来他的骂声,回去再教训你个小骚蹄子。 夏迟迟惨叫,这是误会,我刚才动手了,你怎么不早来? 赵长和抬头目送着夫妻同款被拎姿势,神色抽搐,至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 话说朱雀既然存着招自己入教的念头,那迟迟这个旧情应该不会被教训太惨才是,说不定还有好事。 崔元阳终于从他怀里抬起头,眼睛亮闪闪的,赵大哥的第一反应还是护着我。 赵长和无奈地看着边上一群抽搐的崔家护卫,无奈道,小傻子,你不要命了,刚才那是猪雀。 可是,崔元阳定定地看着他的脸,赵大哥站在这里,泱泱就什么都看不见了。 赵长和默默地站在那里,心一下就化了开来,什么紧张,什么尴尬,什么许久未见的生疏,什么众人围观的别扭,都在刹那之间消失不见。 只有小姑娘如水的眼眸,比月更柔。 PS,今晚活动上线,死撑着更了一张,躺平去了。 大家可以看一下活动页,具体我也搞不懂,头昏。